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推荐我当酋长 硕丰当时是在土豪的家里 这是一些传统的节目 也持续了大概有四五个小时 当地人也非常热情 都积极地参与进来 当时还是比较 我看来还是有点紧张的 也有点兴奋 我们雅各巴西市的市长 然后亲自给我颁发了酋长的证书 其实大家可能跟他看中 我是个中国商人 是个中国人 这样一个身份 中国的政府 中国的企业 对非洲当地人的帮助 是很大很大的 无论是参与当地的建设 还是投入公益事业 实现资深发展的同时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才能实现多方共赢